哈喽,你猜我是谁? 对啊,我是德国自干五 我是一个关注新闻的自干五 其实我们自干五都是 我们都很关注新闻 而且我们特别会思考 对啊,我发现了 中国警察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因为到处都是暴力 比如说前几天清安火车站的一件事 他不是有一个无辜的警察 站在那儿差一点被一个空中飞过来的小朋友打死了吗 对啊,很难想 对不对,那些人有多变态啊 他们开始拿小朋友当手榴弹 变态 今天呢,又是长沙 对啊,就是我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帮帮他的老家 洪南 两个警察 乖乖地开着他们的小车 他们的小QQ警车 唱着歌 结果呢,马路上被两个流氓挡了路 那两个流氓特别壮特别大 车也很大 而且很凶 不过警察什么都不怕 就很客气地问他们说 哎,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俩是警察 能不能让我们先过一下 我们还要干活 结果呢 那两个流氓就狠狠地说了一句 干个屁活 你跟我们来吧 你说如果你是那个警察你怎么办呢 就是,你还是要为人民服务对不对 那两个流氓怎么样也是人民 你还是要为他们服务 就跟他们去了 走到一个房子后面去了 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没想到那两个流氓开始在地上滚来滚去 什么意思 两个警察就问他们说 哎,先生 你们这是准备搞鸡吗 我们现在不能搞鸡 我们还要干活 那两个流氓狠狠地回了一句 打我们 你说什么意思 我们两个警察被吓死了说 先生,我们现在真的不能打你们了 我们还要干活 还是绕着我们吧 没想到那两个流氓就说了一句 打 还加了一句 先脱衣服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两个警察想了半天说 好吧 就是人民要SM 还是要为人民服务对不对 先把上衣脱掉了 然后开始狠狠地打了那个流氓 打了多长时间呢 五分钟 你说多累呀 五分钟的时候 那两个流氓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 而且一直爽爽地叫 五分钟打完了 好像流氓满足了 不知道是高丑了还是咋回事 反正你能想到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警察的心态吗 特别差 很伤心 而且很累 浑身都是汗 而且手和脚特别痛 手上都是血啊 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最讽刺吗 就是你这样付出了那么多 你为人民服务 结果呢 那两个流氓 说了一声谢谢吗 根本没有 稳调 稳调 不